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接下來由我來跟各位做說明 行政院院會3512次的會議相關的內容 在這個會議說明之前 我先跟各位公布一件人事案 行政院長林全已經決定任命 網路創業家與獨立公共知識分子唐鳳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督導業務為數位經濟與開放政府 這項人事案正在簽報當中 如果有一些具體的進度再跟各位來做說明 其次跟各位來做報告今天院會的狀況 今天的院會總共有三個報告案 有三個討論案 第一個報告案是關於本院向立法院所提出的書面施政報告 這個報告案已經通過由院韓宋立法院來審議 第二個報告案是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承報擴大投資方案 待會我們會再請孔明星副主委來跟各位做詳細的說明 第三個報告案是由內政務承報社會住宅政策推動的規劃報告 待會也會請花政務次長來跟各位做詳細的報告 討論案部分有三個 第一個是由經濟部凝聚的電子遊戲廠業管理條例 第二個報告案是由法務部凝聚的洗錢防治法修正草案 第三個討論案是關於包揚行政院文件會前主委 臺灣鄉土文學作家王宏九先生案 接下來跟各位做一些詳細的說明 第一個私人報告案通過之後由院韓宋立法院來審議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擴大投資方案 在院會中討論之後通過準以備查 院長也特別才是 本方案考慮到最近幾年投資有些遞減 所以必須要有積極的作為 但相關計畫不可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還需要一些時間的努力 政府必須從改善投資環境與增加公共與國營事業等基礎性投資 進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加 此外院長也提到 吸引人才是改善民間投資環境的重要一環 如何將人才留在臺灣 及吸引國際的人才 院長請國發會盡速研提相關計畫 報警行政院會來討論 第三個報告案是關於社會住財政策推動規劃 這個規劃案也在院會中通過 準以備查 院長有財事 局處是基本人權也是社會正義 所以為照顧弱勢族群 協助剛進入職場的青年 貫徹蔡總統的只租不受的社會住財政策 要在八年內達成二十萬戶為目標 以透過多元方式來辦理 有關社會住財政策推動計畫 院長請相關部會 包括財政部、衛福部、國防部、人事行政總處 針對國有土地的利用 專責行政法人的設立 以及社會福利、服務、輸送與居住補貼等事宜 儘速與內政部進行協調與整合 同時院長也提示 推動社會住財需要地方政府全力配合執行 所以要請內政部與地方政府加強聯繫 協助並解決困難 這是三個報告案 第一個討論案是關於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這個條例的修正草案主要是配合其他相關法案的修正 所以這個修正案在院會中通過 並含請立法院來審議 第二個討論案是關於起前防治法修正草案 這個草案也是在院會中討論通過 含請立法院來審議 院長也在院會中財事 本次修法的目的 是要讓有關的法規與國際來接軌 那最主要是要回應各國強化洗錢防治的全球趨勢 同時也為了要強化打擊跨境電信詐欺與人肉運操洗錢等犯罪行為 展現我國打擊犯罪洗錢犯罪的決心 那麼同時院長也提出來 本次兆豐銀行紐約分行 因為洗錢防治法律遵循的疏失 在當地國被處於巨額罰款議案 引起國內許多質疑與爭議 那麼院長要求法務部與金管會 以分別成立專案小組盡速釐清事實 並追究責任 但為了避免再度發生的類似情況 那院長請金管會 督導各銀行全面強化內控機制 執行風險控管及法令遵循 並加強海外分支機構的管理 以符合國際洗錢防治規範 那麼此外院長也提出來 請金管會盡速釐清事實之外 也要針對巴拿馬分行 趙豐銀行的巴拿馬分行 及紐約分行 立即進行專案精檢 那麼討論事項第三案 是關於包揚前文件會主委 臺灣鄉土文學作家 顧王宏九先生案 也是王拓先生 那麼指包揚案通過 那陳警總統明明包揚 我想這是以上整個院會進行的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先請 我們的國發會國民心副主委 跟各位來做詳細的說明擴大投資案 請 好 我的包揚人還有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很簡單的向各位來做一下 緊要的說明 我想這個螢幕上有顯示出來 我們整個擴大的投資方案大概有四個大項 那第一個大項主要就是優化投資環境 第二個是激發民間投資 第三個是加強國營及半公股事業的投資 那第四個是強化數位創新 那主要的理由是這樣 事實上從2008年以後 我們整個臺灣的這個產出的成長率 它如果它的這個貢獻來源 很明顯的就是從過去2008年之前 就是4.86降為2.81 那少掉這兩個百分點 其中一個來源就是以來自投資成長的遲緩 另外一個就是總教室生產力增加的遲緩 那這兩個因素一個就是投資另外一個是創新 所以很清楚的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的投資方案就是著重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促進投資的增加 另外一個就是在於強化數位的創新這兩個面向 那我接下來就簡單的向各位來做一下說明 每一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大概是在優化投資環境的部分 那很多的工商團體主要還是比較關注在所謂的五缺上面 包括土地水電還有這個水電的情況 那還有人才還有人力部分 那我們大概主要的作為大概分成這幾項 第一個大概就是工業區跟科學園區土地的活化 那主要是工業區的部分選定了幾個區域 它就是土地上是由售轉租 那提供兩年的這個土地上的租金上的優惠 大概是這樣 那對於這些穩定工業區的價格也會演理出一個方案出來 那有關於科學園區的部分的租金呢 希望可以維持在104年 這樣一個水準 那平均的優惠幅度呢 就是8.99的百分點 那水電的部分呢 就是透過了這個 不管是電業法也好 或者是離岸風電 或者是太陽能光電 還有這個智慧電錶 還有第三的天然氣的接收站 等等的一些情況的推動 希望可以穩定供電 那水的部分呢 希望趕快這個太舊換新這些管線 然後鼓勵再生水的這個系統處理 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有關於 再麻煩一下第二項 激發民間投資的部分 那激發民間的投資的部分 那業者強調的是說 希望有一些投資誘因 那希望可以擬定一些投資標的 那希望也可以擴大內區 去推動一些 生活性的產業的一些發展 當然還希望政府可以帶頭 抗桿民間的一些投資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分成這四大項 那投資的誘因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來講 這個固定資產的耐用年限 基本上已經20年沒有調整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重新檢視 那把它調整一個比較合理的 因為越新的一些設備 基本上它的耐用年限是越短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些合理性 那也希望可以促使一些 新的投資設備的誘因 那第二大項就是有關於 這個投資創新創業的部分 那還是集中在這個五大產業 加兩項的這個產業 那希望輔助企業投入的實驗平台 那進一步 這些創新產業的生態體系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有關於生活 生活產業的推動 大概主要是著重在這個觀光業的提升 還有文創產業的推動 那政府的基金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國發會現在已經成立了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那另外馬上也會成立一個 國家級的投資公司 然後來點火創新產業 好 請看到下一頁 那有關於這個 加強國營及販工股的這個投資的部分 那國營企業跟販工股的投資 成長的減緩呢 事實上它不僅影響到 本身的經濟成長率之外 那這些販工股跟國營企業 它本身經營的項目 又是其他產業的基礎產業 所以變成就是說 它的減少也影響到其他產業的投資 所以就是說我們盡可能來強化作為 那這個強化作為大概有分成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確保能源有效供應 第二個是交通建設的加強投資 第三個是綠能跟新產業的投資 第四個是產業生產環境的改善 跟服務品質的提升 大概這幾項 那最後一項就是強化數位創新 那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企業數位的轉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許多業者也認為就是說 台灣的創新能量 在於專業的人才是不夠 然後對一些 也對一些金融創新有所期待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針對這兩個部分 來做一些強調 第一個是充實數位基礎的建設 那包括了這個 加強學校寬頻跟無線網路的建置 第二個就是偏鄉的基礎網路的建置 然後還有現代化數位 現代化政府的數位環境 那第二大項就是協助企業轉型的部分 希望這個經濟部可以促成整個機訊服務業的生態系統 那另外一塊就是促進這個網路金融等等 大概主要這幾個面向 我想上說明 好 謝謝 謝謝廣副主委 我們在場還有經濟部的工業局 李政華副局長 那也有經濟部的國營會的 吳豐盛副主委 那麼此外還有科技部產學 及園區業務室的許甄如副師長 那我不知道幾位有沒有在做補充 沒有 好 那如果待會兒有問題的話 再請各位來詢問 那我們接下來請內政部的花次長 花次長來跟各位做簡報 關於社會住宅 那當然是 我找這個巨人 這麼大的事實事方案 謝謝大家 所以還是還要把所謂做 我們這裏 就是我們 地方政府當作實施的主體 那當然行辦能力相對較弱的限制 未來會由中央政府來協助 那希望能夠朝向8年20萬戶 社會住宅的這樣一個方向來推動 那今天的一個跟院會的報告 大概會有幾個主要的內容 第一個內容主要再來強調是說 整個住宅政策所面對的一個問題是 第一個我們的現在社會住宅的供給量太少 只有大概千分之一不到的這樣的規模 第二個我們現在的租屋市場 大概占整個存量供給的大概一成 但是整個市場相對的不健全 第三個部分是 我們大概有超過85%以上的所謂的自由住宅 那這些房子本質上也呈現的屋齡高比較老 那有些居住都市更新的需求 或居住安全品質的一些擔憂 所以就整個住宅政策的角度 我們大概會先從最弱勢的社會住宅 或公共住宅的提供當作第一個優先 第二個我們要進入把透過租人專法 把租屋市場健全起來 再來我們要透過都市更新 讓擁有自有住宅的家戶 未來的居住品質居住環境也都可以提升 那這個大架構是在我們整個住宅政策的大戰略的一個思考 當然在整個社會住宅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了解總統提出了8年20萬戶 社會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構想 當然我們會以8年分年度陸續的推動 在這個過程底下 一開始大家比較擔憂的是土地和財源的籌措的問題 那目前大家我們透過住宅法修法的裡面的一些策略 我們在土地的部分 關於無償撥用的部分 我們未來會把所謂的租金收入 轉為社會住宅的營運資金 讓無償撥用相對順利 國土地有償撥用 我們把它轉化成長期租用的這樣一個規範 所以讓地方政府在取得有償撥用土地的時候 可以透過長期的租金的支付來降低它 必須要編列一大筆預算的這個財務壓力 那這些部分大概都獲得了各單位 特別是財政部 國防部等等 權力的一個協助 當然如果說有一些土地的協助上面的需要 我們中央住宅基金仍然會介入 在財源的部分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建立了所謂的社會住宅的融資平台 我們希望透過現階段銀行手頭上 非常寬裕的資金來協助地方政府 作為興建社會住宅的這個 營建費用的一個籌措的來源 那我們透過這個融資平台 目前第一個階段預計先籌措 大概1500億的一個長期低利的資金 那由各地方政府提報上來的數字 約一約足夠在未來四年 未來四年的使用 那這個資金一旦到位 土地也到位 其實關於新辦社會住宅的土地問題 或者是財務的問題 基本上應該都已經迎刃而解 或所謂的任督二賣已經打通 當然在財源土地的問題解決之後 其實我們往下更進一步的針對社區的管理 社區的品質要進一步的往下加強 所以說大家應該也看到 前幾天院長也到新隆 台北市新隆國宅去做參觀 我們透過這個部分也要讓大家了解 實質的社會住宅的新辦的狀態是很好的 當然就制度面而言 就制度面而言 我們就品質的部分 我們也會建立一個社會住宅的新建 或社區經營的一些管理的原則 來讓各地方政府具體的落實 它背後是希望把像綠建築 智慧建築 社會福利 社區服務的公共空間的需求 都導入社會住宅的這個系統底下 也要讓這個未來的社會住宅 它其實不單純只是對於弱勢者的居住照顧 它甚至會是一個地區性的 社會福利的服務的輸送的一個基地 來提升社會住宅周圍社區的整個生活品質的提高 所以說在整個機制底下 會對於可能對於社會住宅社區的低樓層 低樓層的部分 會提供更多元廣泛的 這種社區需要的公共空間 例如說日常照 托育 甚至一些社會福利的一些服務空間 甚至幼兒園等等等等 這個部分大概都是我們未來 在整個社會住宅的社區品質規範底下 要去逐步去強化 當然在品質的提升之外 我們要當然進行更多元的社會溝通 讓行銷的部分能夠加強 所以說我們大概今天 針對這社會住宅的新辦 有了這樣的概念 當然就進度的部分 預計就各縣市提出來的數據資料 預計在109年 完工或已經開工的數目 大概會是在4萬1千多戶 就109年 各地方政府已經提報出來 另外我們會搭配一年1萬戶的包租 所以說它會有4萬戶的包租 也會在109年的提供 所以到109年 total大概會有8萬戶的進度的達成 當然另外12萬戶會到113年 就是8年的圍期這個時間範圍內 會達到總統邀了8年20萬的目標 在這個總目標我們現在初步的數據的判斷 民間的房東 所以我們提供了充分的租稅誘因 同時在這個系統裡面搭配著租認服務產業的 福祉和發展的這個產業政策的構想在裡頭 這個部分的預算全部會由中央的住宅基金來負擔 然後配合地方政府來推動 明年這個部分預計新辦1萬戶 裡頭6都我們希望它各分配1500戶 另外也挑選兩個比較有意願的縣市 各新辦500戶合計起來1萬戶 作為包租社會住宅的一個事辦計畫 在明年在住宅法立法通過 然後明年會正式啟動 當然也會透過在後頭還會透過一些都市計畫的一些手法 來鼓勵都市更新或者是容積獎勵 來提供更多社會住宅的資源 那這個圖表其實就是針對包租的這個系統底下 這個8萬戶 我們提供了房東充分的租稅誘因 也讓業者願意進來提供服務 解除了過去地方政府對於招募房東 或者是我在地方政府在經營上面 可能遭受了一些過去的困境的一些 比較困難的問題 再透過民間的能量的介入 另外再透過配套措施 包含了租金的訂定 社福系統的介入 糾紛處理機制 風險控管的機制 來提升這些業者推動的能量 當然我們未來會成立住宅專責機構 也就用行政法人的角度 來成立政府的住宅專責機構 慢慢的我們要把政府在執行和推動 社會住宅的量能的這個組織面 也是要逐步的建構起來 讓未來政府有能量 社會產業界也有能量 那我們在未來推動社會住宅的工作底下 就會更順暢 好 大概我今天先包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花市長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就開放媒體提問 那我想請媒體朋友如果提問的時候 盡量舉辦每一個人一個問題 那這樣我們可以有更多媒體來提問 那現在就開放 來 請 我是聯合晚報的曾鴻斌 想請教一下 今天的行政院院會原本有排住宅法的修法草案的討論 不過後來臨時拿掉 是不是因為跟下午有社會團體來抗議有關 那就社會團體他們原本是抗議說 就是住宅法修法有拿掉了一些對於弱勢的保障 那是不是原本在修法的討論當中 是真的有這樣子拿掉這些 對於弱勢族權的保障的條文嗎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在條文的內容上面 院長認為說還要去做一些溝通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排入今天的院會 跟下午的抗議是沒有直接相關的 來 請 學會 不好意思 我的問題稍微比較多一點 都是在那個投資方案裡面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106年度那個國營失業的投入多少 好像在這裡並沒有明確寫出來 那想請教功夫 就是整個方案的這個投入 可以帶動GDP有多少成長的一個百分點 那另外就是你們這裡面有提到說 文創產業它要成立一個循環性的基金 那這個基金是已經成立了嗎 它的額度多少 然後它的財源是不是來自國發基金 然後那個就是工業區的總面積是多少 能不能請呂傅說明一下 那那個國家對 就是國家投資公司 還有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是不是有鎖定優先投資的一個標的 那第二個問題想請教那個花富 就是有關那個就是租認 就是有關租認的部分你們有提供誘因嗎 那可是那個所有的房東都要求 所有的這個房客不准去報稅 那這個部分將來會不會在立法上面來解決 謝謝 好 我們再收集兩個問題 來 上座 華資長 你剛好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財政部這邊有針對出租的部分 就是有提供一些相關優惠 包括說租金的部分 還有就是那個租賃服務業的那個營業稅的部分 你可以具體說明一下 就是說它是不是租金的部分 會採取分離課稅的方式 然後因為這部分剛才學會有問到相關的問題 那既然你有提到 就是可不可以說明的再仔細一點這樣子 好 來 新方 想請問工副作 就有關擴大投資方案的 這個國共營事業投資總額3400億 可是它這好像是從明年起才開始編預算 那這樣的話 鞏夫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提振這個擴大投資目前立即就可以做的 有哪一些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好 看起來鞏夫主委的問題比較多一點 我們先請花正次來回答 好 謝謝 我想我先針對那個報稅的這個部分來做說明 第一個我們在包租代管裡面 我們對於房東的這個稅付的優惠包含第一個租金所得稅的減免 它不是分離課稅 它是在每一個房子每一個月有1萬塊錢的免稅額 超過的部分60%計入它的成本 我舉例來講 如果說你的租金收入是1萬5千塊一個月 那有1萬塊免稅 另外剩下的5千塊裡頭60%就是3千塊 就是計入它的成本 所以它實際上要併入中和所得稅的那個所得就剩下2千塊 所以它實際收入的租金是1萬5萬 但它報稅的租金所得剩下2千塊 那如果說它的稅率是20%的話 它就要講400塊的稅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這不修所得稅 我們直接在住宅法裡面修進去 這個也是跟財政部做了相當的溝通之後 才獲得這樣一種彼此的共識 那當然在房東部分還有 地方政府可以針對這些房子 其實在房屋稅和地價稅都給予自用住宅的優惠稅率 讓這些房東其實還有在財產稅這個部分 有更多進一步的誘因 然後在營業稅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未來要引進民間的租任服務的這個行業進來 協助經營管理這一些包租的這個房子 那所以說我們會為了鼓勵它 因為這是一個新創的一種服務業 所以我們在它的營業稅這個部分 也給予免稅的這樣一個規定 那這部分都是跟財政部做非常充分的討論 得到了一個這樣一個結果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公副主委 是 謝謝 那個有關於這個國營企業跟分工股這個部分 大概總額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差不多是3400億左右 不過它是不是一年的計畫 它是我們匯集了有關於這10家的企業 他們在未來的情況之下 可能要加強投資的一些基礎建設 包括一些剛才特別提到的一些能源綠能 還有電的部分等等的一些加強投資或擴大方案 所以把它匯集起來 所以它可能是一個數年的計畫等等的一些情況 它是額外增加的 它事實上是這樣 那個別的部分我想我就不在這邊做討論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文創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方案在今天之前 事實上是跟各部會先討論說 我們要往這個方向來做 那今天的這個方案通過以後 就會責成各部會把它的細部計畫給列出來 然後再送交我們來做一些管卡 院長也有這樣的指示 所以這個循環基金目前是還沒有成立的 但是今天之後它就會開始設計等等的一些情況 那另外有關於就是 國發基金所成立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這個部分 它主要是在於就是說 針對中小型在創新轉型上的需求 不管是上市或是未上市的 我們都來做支持 不管它是要spin-off或合併 或想要去國外購買技術等等 那我們這個基金就來做參股投資等等 來做一些支持 那包括了這個二代傳承的問題 的轉型問題等等一些情況 那國家級的投資公司 這是點火部分 在創新產業的部分 雖然主軸上是以這個5加2為止 但是不限 只要是對於台灣下一世代的產業有幫助的部分 我們都會給予支持 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剛剛先放的問題也非常難看 就是三件事 歷期可以做 歷期可以做的部分 我再來補充說明一下 整個方案上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對於政府預算的編列 基本上是很少很少 幾乎是沒有 除了少部分 大部分是在於 既有資產的活化跟運用 比如說剛才講工業區的土地的問題 或科學人區減少成本的問題 大致上是從這個角度來做一些出發 從既有的資產去活化去運用 然後去Leverage民間的資金 來做共同的投資 方向上比較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幾乎是立即就可以做的 部分馬上就可以開始做 經濟效果的話 我剛才特別提到 這個可能要稍微一段時間 方向大家去確定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各部會 就會把細部計畫報上來 我們才有辦法做比較精確的 來做一些估算 好 謝謝 來 安德議員 請問一下 因為那個 西線防止法的修正案 已經在立定 有一段時間在立定當中 那就是說想請問一下是 有沒有具體的條款 是因為這次那個 那個 著風銀行 受發生的問題 有所改變 或是說 那個 有 著風銀行的這個事情 有沒有對這個 這次 這一套的那個 修正案有沒有 有沒有具體的影響 好 再來 前面那一位 不好意思 我是台灣中平通訊社的記者 高益生 今天上午剛好有 這個 由新北市遊覽車駕駛職業工會 發起的這個包圍交通部的事件 那也是要提出的一些訴求 包含就是說 提出解除車輪的限制 要求生存權 還有終止客運化遊覽車業 這三大訴求 那在行政院推這個新經濟模式 強調創新就業跟分配 還有供需的同時 是不是可以簡單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如何要解決現在台灣 尤其是遊覽車業的這裡 這樣的一個訴求跟困境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後面還有一位 請最後一位 想問一下發言人 就是這個 這個中委員唐鳳這個嚴世安 找到他的最關鍵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這個院長他在掌握他的時候 徵詢的過程是 一口就答應嗎 還是說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徵詢的 好 謝謝 看起來三個問題跟我都相關 第一個 關於洗權防治法的討論 是8月17號 林美珠政委 他就已經審議完成 所以應該跟趙豐金這一次的這個案子 沒有直接的相關 但是過去可能應該也有一些相關國際的規範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修訓裡面 應該是有考量到 我剛才跟各位提到 跟國際的接軌 還有相關的一些跨境犯罪 這個電信炸機人肉的這個運鈔洗錢 這些國際的防治 洗錢防治 跟這些新的這個跨境的犯罪 都是相關 但這個修訓這個法案是在8月17號 林政委就已經完成了 我想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第二個部分就關於說 剛提到這交通部的問題 我想應該由交通部來回答 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這邊沒有相關的資訊 那第三個關於 唐鳳正委員 這樣的一個偵詢的過程 我想這個過程 我並沒有相關的資訊 沒有辦法再跟各位來做說明 但是 唐政委他是要負責督導 數位經濟跟開放政府 我想跟他的專業 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謝謝 好 接下來 你剛剛問過 還有沒有其他人 好 那最後一位 花次長我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南鐵 他們又到了內政部去抗議 那接下來你們要怎麼樣 自己跟他溝通 因為他們今天本來好像聽說 也要轉到總統府去抗議 好 謝謝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 來 先為題 請問抗議部分政院回應 就是早上南山人 人獸在外面抗議 然後他們有提到 林萬一政務委員 就是當時1月4號 蔡總統有指示他 要來專案負責 就是南山人獸健保的爭議 但是他們認為 在3月見面之後 政委就消失了 然後他們要求 行政院這邊出面解決 請教政院的回應 好 那上座 花次長請教一下 那個社會主宰部分 你有提到那個低樓層的部分 接下來可能會跟長照的 就是日照的部分做結合 但是它如果成照的企業本身 它是企業的話 以現在目前長照2.0的架構 它是沒辦法允許商業長照的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 就是我們在省營運計畫的時候 到底就是說你一方面又要提高 低樓層部分的附屬設施的 營運價值 那一方面這塊又線索在 在就是非商業型長照 這部分要怎麼推動 那再來就是關於那個 剛才那個洗錢防治法裡面 也提到電信炸氣的部分 因為這段期間 其實兩岸電信炸氣問題很嚴重 那不知道說 這一次的洗錢防治法裡面 到底有沒有針對這部分去做強化 好 我想有兩個問題跟我相關 那我要先做點回應 再讓花智長一點時間來做這個說明 這關於南山人獸的部分 我們會去了解 那如果有需要 會再做適當的回應 那至於說電信炸氣的部分 剛剛也跟各位來做說明 這一次的修法 確實是為了加強打擊跨境電信炸氣 與人肉運操洗錢的犯罪行為 那我想我們會把所有的法條 這個修正的一個內容 跟各位來公佈 讓各位來做參考 好 那請 好 我想台南鐵路地下化 它的都市計畫的法定程序 基本上已經完全走完了 已經完全走完 那後續的程序是應該由虛地機關 就是交通部鐵改局 來申請土地徵收的審議 那當然後頭 這個程序部分當然就要等 虛地機關它什麼時候提報 那我們當然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該有的一些法定的程序 那我們當然也知道 現在有一些關於程序或理念 甚至說事實的狀態的一些爭議 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一方面 我們也期待 虛地機關或規劃機關 能夠跟社會把它講得更清楚 當然某一些屬於理念之爭等等 或者是價值觀的一些之爭的部分 勢必它會在後續的法定程序裡面 獲得更大的釐清 那內政部 我們現在非常積極地在制定這個聽證 或是相關所謂的正當性公益性必要性的一些審議的制度和標準 我們大概也都希望是在用更完整的法律程序來處理複雜性的觀念或價值觀的爭議問題 避免陷入這種口水之爭 以上我的說明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結尾到這邊結束 謝謝